过去的女人讲究重云熬宗,现在社会开放了,跟过去已不能相提并论了 基本上每个女人都会有好几段恋爱,才有可能步入婚姻的殿堂 没有人知道她们经过几个男人,没有人知道她过去的情史是多么丰富 但想知道女人过去经历的男人多不多,可以从她们的行为举止,特点看出来,基本上是这四个点 一,对待感情看得很淡,很轻 刚尝到恋爱味道的女孩子,基本上很单纯 对恋爱也看得非常重,会因为感情方面流泪,两边稍有点不开心,就寻死觅活 但是经历太多男人的女人,也就看淡了这样的感情 就算两人分手,也没所谓,该吃吃,该喝喝 不会因为这些打乱自己的生活,遇到更好的,会很快投入下一段感情 好像没有空窗其次的 二,性格总是桀骜不驯 性格很好爽,也不在乎男女之间的距离 只在乎自己的心情,只要有人来找她 她也不顾坚持,常常出去,而且夜不归宿 没有自己的原则性 这样的女人看起来好调,让人看起来很随便 三,对男女之事看得很随便 不管自己喜不喜欢说,开始一段恋情,就开始一段恋情 这也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魅力,显得自己很有市场 关于男女之事也很随便,为谁随便面就把自己给了人家 只是为了追求那一丝的爽快,不为未来考虑,更不为自己的名声考虑 四,喜欢沾花粘草,不本分 生活中也不本分,有的时候男人不来招惹她 她都会凑过去挑男人的事 无论这个男人喜不喜欢她,甚至有对象也去招惹 基本上街坊四邻都有她的名声 家门口天天也会有不同的男人来找 到了晚上也不回家,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